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架 叫做Easy Cool的EX-DV 越野洋的电动电单车 正当我以为我们介绍完 9号的E38T电动电单车 理论上电动电单车隔 没有那么快可以有另外一架车 超越到9号的E38T 直至我收到邀请 去试这架叫做Easy Cool的EX-DV 之后 我就发觉 其实是我轻视了电动电单车界 进步的速度 这架Easy Cool的EX-DV 外表是抄足Honda的EX-DV350 但尺寸就和Honda的EX-DV150差不多 这架EX-DV车重是140公斤 座高是800mm 它是有两架可以拆出来的电池 加上容量是72V 45Ah 但同过我们试过的电动电单车 不同的位置 就是它除了可以拆出这两架电池 它亦有一个香港充电站 非常普遍的Type 2插头 给你充电 你只要在车的左边这个位置 按一个按键之后 下面就会开个盖 这里就有个充电档 可以充电 你亦都可以在车底打开座底之后 抽两架电池出来 拿回家充电 这个混合式的充电方式 是令到这架电动电单车 可以享有到我们过往 曾几何时说过的可能性 将你的通勤电费 在你的帐单上 拿走那架充电可能性 当然了 因为这架车 它有两架比较重的 17公斤电池 在车中间的位置 所以它塞底 是没有先天收纳空间的 相比之下就好像差一点 因为我们过往介绍过的 这么多电动电单车 几乎大部分先天都有 起码一个开面头盔的收纳空间 但是这架EX-DV 为了弥补这件事 它原装已经跟着尾箱价给你了 即是这架车 你只要回到这里 直接在这里装的尾箱 它已经给了收纳空间 EX-DV 这些样子的车 加尾箱是相配的 和我们过往试过 有先天收纳空间的电动电单车 有些不同的就是那些电单车的样子 你加尾箱是会有少少格格不入的 但是这架EX-DV 它走的越野感觉 在这里加尾箱 尤其是正正方方的那些 我觉得是符合到爆的 还要说 这架EX-DV 除了先天的尾箱之外 它亦都有先天的前车cam 和后车cam 过往我们试过这么多 电动电单车里面 Bikos 的 Real 5T 是有先天的前车cam 这架是前和后车cam 都是原厂跟给你 你只要有相应的APP 你就可以预设到一边的设定 和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再加上它的车头走到Ford 车尾是双尾避震 走皮带 不是HUB Motor 它的皮带是内置了在这个车 有ABS 有Traction Control 重点是它的样子够杀食 当然我也有想过 它会不会只插一个样子 变得像Honda的X-DV 那样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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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感觉的 我刚才在农场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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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之OK的 基本介绍讲到这里 我们上车和大家走个圈 好 来到试骑感受了 这一架叫Easy Cool的EX-DV 是挺印象深刻的另外 看到外观上这架车 是和刚才说的 Honda的X-DV非常相似 样子是350 尺寸是150 非常之轻巧灵活的这架车 坐上车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我在乘客座位 其实因为它有一个先天的尾架在这个位置 所以乘客是可以有东西捉的 虽然我没有怎么说过乘客坐电单车这件事 但是我都试过车人 有时有些东西被乘客捉住 安全感是大一点的 而且是有足够的位置的 我坐在后面之后 其实我也感觉到我坐高了一格 乘客视觉是挺舒服的 先说一下Dash 前面 Dash 上面 看到有A 和B 电池 暂时有80%和81% 左下角还有Front Reel 和 Reel 的车压 也是先天比较力 这架车是可以让你知道自己的车压 不需要后期加上去 我们汽油电单车角度 其实有很多人是有做这件事的 但是很多不是原厂都有 高端的汽油车款就有这个特质 这架车先天都有 有ABS 有Traction Control 时间 走多少 公里每小时下 有一个1字 就是Mode 有1 2 3 Mode 对了 3个行车模式 如何转行车模式 就是这个M字 这个M字就是Mode 你穿车也是 我试试下了SIGA 它会变回P Mode 即是像你当做Parking 按着BREAK 按M 它就会去行车模式 1 2 3 1 2 3是什么 稍后再说 有死火灯 这架车先天有死火灯 R Ball 是后波 它跟我们过往C的电动电单车不同 过往很多都是按住后波 再扭电门 它才会向后 这架不同 你一按R Ball 它就自己会移动 给大家看一下 我按R Ball 它就会自己向后移动 它也有移动车声 好像私家车移动车声 挺有趣的 M字旁边有Cruise Control 即是定速模式 先天也有定速模式 在这里 另外一边 这个按钮 是高灯低灯 它可以调整模式 設定 这些按钮 我手机没有和这部车的App 连在一起 所以不能给大家看 但这部车也是电子的偏多的 按钮 按钮 左灯 右灯 它有点像私家车的声音 闪高灯 这里 这个长着高灯 刚才说了 由于它是一架XDV 它前面这个挡风玻璃 是可以调校的 如何调校呢 我先看看 将它拉出来 向下按 它就会扁一点 你将它拉出来 向上拉 向上推 它就会高一点 今天本身都比较大风 你看到草已经在动 我在刚才龙象道握过来的时候 有点风 这个东西 我估计在天气好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挡到一些风 但今天本身都比较大风 所以它就有这个功能 双尾避震 这个位置 你一按下来之后 可以按 Charging 上面是Charging 就会开了这个 刚才说的充电头 按下面 就会开尸底 两架电池在这里 迫着了 两架电池都比较重 开了之后 没有了先天的收纳空间 但好像刚才说 虽然这个车没有先天的收纳空间 它有这个先天的尾架 在这里 即是你随时可以加一个 和这个相配的尾箱 就可以了 收回乘客的脚踏 这个车是怎么着车的呢 它就不是走Keyless 它都可以说是叫Keyless 你拼了电话的话 你就可以用电话着车 Easy Cool EX TV 好 下个大架 坐上车 眼见好像没有收纳空间 其实这个位置 你按一按就可以打开 里面都可以放到手套 关上 挺特别的 挺好似的 这辆车可能是我们试过 这么多电动电单车里面 最好似的那一辆 按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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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Mode 2 我们开车了 Mode 1 先吧 我们按两下Mode 1 开车 跟大家走一圈 哈哈 它的避震是ok的 我刚才经历过 农场道的过山车 它是舒服的 它的ok程度 是跟我用我当年的KTM 690 SMC R 爬鸡 Supermoto 避震 行农场道的那种舒服 你会感受到震荡 但是它不会震到你 那种很难顶的感觉 我估计这个就是XDV 先天的避震设定 当然 因为Easy Cool 这个车的牌子 那家公司叫做浙江的Ria 真心 我为这辆车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觉我找不到太多资料 我过往做电动电单车的搜索的时候 方向就是首先上YouTube搜索 上Google搜索 搜索不到的话 就去小熊书搜索 再去百度搜索 因为我们过往试过的大部分 电动电单车都是国内出的 这辆车来自于浙江 正常百度和小熊书应该有很多资料 奇特地 奇妙地 我是找不到的 在百度和小熊书 之后让我找到 他们这辆车厂的官方网站之后 我就发觉 原来这个品牌是做出口的 它的官方网站的语言是英文和西班牙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当我以为这个品牌是 我们先调一下Mode 2 Mode 1是限速了在极速50 走近50也很大 因为今天本身的天地不是特别好 好像想下雨 我们试试调一下Cruise Control 定速 定速 定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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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调一下 人手控制好像舒服些 浙江的REA 这间公司 它主要是做出口 官方网站社 它过往是有非常多造车经验的 无论是汽油车 或者其他车款 都是 但是因为我找不到它 特别多资料 还有我在外国搜索 都只是找到波兰的YouTuber 去介绍过这辆EX-TV 少少 我对它的认识是接近零 它信不信得过的呢 它对电单车本身是认知多不多呢 这些问题是我有个乱想的 因为就算我刚才开过来 再加上我们看到它这样的 很有趣的特质 先天车cam X-TV的样子 这些特质加起来 我觉得 是否是规律 它本身对车的认识高不高呢 之后呢 在这辆车上 嗯 我感觉到 Easy-Cool 品牌的公司 它本身对电单车的认识 都是有差不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 我们看 右边棍波 不是 右边 这个不是几厘子 右边的壁力棍 你就会看到了 这里呢 是可调教牛角 右边也是可调教牛角 而这辆车左边呢 是可以锁死壁力的 我估计是你拍车的时候 你拉住壁力之后 向上踢这辆车呢 它是会锁死壁力 让车不动的 这件事在我过往试过 这么多电单车里面 我都几乎没有见过 而这一个 我未听过的品牌 这一辆电车 竟然有这样的功能 有这样的功能 我就会有个印象 觉得浙江这个叫Ria 这家公司 应该是对车真的有分相 认识的 虽然我找不到其他车款的资料 再加上刚才开过之后 我就感觉到它不只是 纯粹抄这个XDV的样子 它是出口车 香港是一个出口地方 我相信 所以我们就有这一辆车来到香港 刚刚来到香港 准备验车 未来有得买 建议零售价是这个价钱 如果我没记错 就是59,800元 这个价钱 可能你就会说 我和那些高端的 暂时电动电单车界 天花版的型号 例如E28P E300P 差不多 为什么我不选E300P 我刚才一直开的时候 我都是用这个前车来想 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它的样子是XDV 以及它的避震是XDV 再加上它有前后的先天车 CAM 牛角是可调校 再加上是有得鎖 左壁链这个特质 这些东西是 好像是E300P都没有的东西 起码没有先天车 CAM 起码 很关键的续航 不记得说 这部车的续航 官方数字都非常坦白 它不是给你一个数字就算数 它是说了 如果你走50公里每小时 可以走到170公里 如果你走近70公里每小时 可以走到120公里 如果你走近100公里每小时 可以走近70公里 非常坦白的数字 这个设定的定位 和我们过往试过 一些中grade 例如Bikos Real 5T 和宝马有联成的 电动电单车 车款 是非常相似的 某程度上 它和E300P 本身未加电池 两个电池的续航公里 都是很相似的 当然 它的不好处就是 它不能加第三个电 但是好处是 它可以拔出电池 或者去充电站充车 只是这个特质 我觉得已经非常之 用词是少有 只是这个特质已经非常罕见 它应该是我们试过 这么多车里面 第一架可以 有 这个Type 2头 再加上 拔电出来充 有得拔电出来充 这个特质就是 你可以把它拿回家充 或者拿回办公室充 我觉得是挺特别的 这个设定 全香港第一架 可以拔出来充 以及有Type 2头的 电动电单车 而且它的样子很漂亮 它不像我们过往试过的 任何一架电动电单车 大部份我们试过的 电动羊 都是好像Vespa 那些圆滚滚的样子 的 模仿一点的圆滚滚的样子 EK3也是 E300P 200P也是 Compam也 维度设计 REAL 5T BICOS 那一架 就好像别墅一架 但它的别墅一架 是否漂亮 就很看人 这架 它是抄了 非常多人喜欢的XDV 再加上 它有刚才那些行车特质 所有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 不可以轻视的竞争对手 我刚刚被邀请试这架 我都有个感觉 就是 这个样子很漂亮 续航不是特别标青 坦白地说出了 一般普遍现在 电动电单车界 羊的续航公里数 但真的见识过它一次 铁了一次 我觉得 是杀出了一个 情咬金 完全想不到 这架车的存在 正当我以为 电动电单车界 已经没有再新的 电动电单车 可以说的 这架车的出现 是告诉我 不是的 它的定位 是可以超越到E300P 只要你家里有充电 你家里还有两个充电方式 你可以用Type 2头 或者Mundi 出来充电 还不够吸引 官方说 它有黑白和灰三颗色 我觉得灰色是比较漂亮的 黑色也有型的 但灰色好像 配得出那个位置 它够突出 它真的旷阔了我的世界很多 因为我没有想过 有另外一架电动电单车 可以有这样的定位 唯一限制就是想象力 我会说 电池的規格就是 输出功率是6kW 最高风值的功率是15kW 极速是110km 充电呢 如果用Type 2的话 它有没有什么不好处呢 它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处 我觉得价钱和其他车相比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续航是一个不好处 其实你是在严谨所有车的续航 都不好 因为暂时绵阳界的电动电单车 都是这个续航线 它是跟我们试过大部分的电阳一样 它的续航性偏高的了 但我觉得最大的关键也是充电 因为以我认知 充电是电动电单车 在香港暂时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我们暂时还未和大家探索这个领域 市场上最多数据的人 就是一班已经买了车 熟悉充电的人 只要充电这个问题 变得不是问题之后 就算它这个续航公里数 都是非常吸引的 因为哪一个真的会看那些 风势15kW 我觉得大家未开过电动车 是不会理会那些数字是什么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我说过数字给你听 你都不明白那个感觉 因为就算是我有时候看着数字 我自己都联想不到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所以多用回最肤浅的看车方式 就是样子 这个车的样子可以 就可以了 而它的样子 是我们试过这么多架 最美的一架 我觉得 不算高端20万 那些的话 电羊是最美的一架 暂时 当然 这架车的存在上 告诉我 never say never 因为当我以为E300P 是最高峰的情况之下 有一架 好像比他好 即是代表 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又可以有另外一架 定位 再独特过他 也有 所以如果大家想留意 这个万无自禁的探索的话 就可以追踪我们的IG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这些什么 新的电动电动车资讯 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我是HKMonkey 今天和大家介绍完 这一架 EasyCool EX-TV之后 接下来再和大家探索一下 便单车 可能电动私家车 或者其他两个车的东西 今集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故事 聊聊聊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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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